交通部長陳士凱昨天和三位次長在台鐵舉行災害應變會議 他對於花東鐵公路交通中斷表達歉意 目前公路已經部分搶通 不過在晚間進行預警性封閉 而台鐵重得到和人路段 預計會在今天早上八點中完成搶通 周日午後的一場大雨 造成花蓮對外的鐵公路交通受阻 把晚大批旅客湧入花蓮機場 等候加班機離開 銀行局協調航空公司周日晚間 以及周一一早加開台北花蓮往返各一班 以及台中花蓮往返一班航班 看明天公路有沒有通 或是火車有通 看什麼時候通 因為要趕回去 現在就是排隊等候補的機票 可是候補都完了呢 怎麼辦 對啊 希望政府能夠再多加開 公路局搶修機具在週日下午三點多進場 期間曾有九十多部大小車輛受困惠德至崇德間 目前已經搶通北端162.9K 北返車流已經疏離 蘇化公路台九線164.5K 崇德路段也在晚間7點30分搶通 開放通行道9點30分之後 進行夜間預警性封閉 台鐵崇德到河仁路段 預計今天早上八點鐘完成搶通 恢復東正線單線雙向通行 今天晚上24點之前 花東北上新自強號列車全面開放戰票 交通部長陳士凱與三名次長 在台鐵公司舉行災害應變會議 提取相關單位報告 搶救以及輸運狀況 陳士凱說因為鐵公路中斷 影響民眾交通安排 為此致上最深歉意 而秀林鄉公所也宣布 今天秀林鄉和平村停止上班 停止上課 其餘地區正常上班正常上課 記者溫家凱琳靖倫 沙燕其中建綱綜合報導